明人罕见老照片 伊丽莎白二世贵气 奥巴马可爱 最美是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出生于1926年 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服为1956年 伦敦一场电影首映是啥 伊丽莎白女王和性感女神 梦入握手瞬间 合体的微笑 周身的贵气 真是太漂亮了 顾鸿鸣生于南洋英属 马来西亚冰洋仪 祖籍福建省会安歇 晚清英语怪胎 著名翻译家 1885年 顾鸿鸣和朋友到日本 结识当时沦落丰臣的 日本歌姬吉田真子 这为家人之书打理 温柔体贴 顾鸿鸣将其取为小切 直至晚年的她 更是离不开吉田真子 可见家人对她的体贴入微 服为顾鸿鸣和吉吉田真子 女儿坎见老照片 奥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她的继父罗洛 索特洛是一名退役军人 在奥巴马小时候 就教导她做一个强人 奥巴马曾在父亲的梦想描述继父 对她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唯1965年时的奥巴马 骑着三轮儿童脚踏车 真的太可爱了 黑森大公夫人爱丽丝 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女儿 嫁给了黑森来因公国大公 德国末代皇后爱丽克斯的母亲 她一生致力于慈善 一顾事业 妇女解放运动 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也是一位美丽的名媛 高贵优雅 不禁感叹欧洲王室基因的强大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